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普通学校上学 我觉得和他们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会各种各样的受伤 全身都会摔 都会有摔过 后来就来到了盲校 我才知道我可能我真正的是一个盲人 然后后来我们学校也开展了这个电脑课 我从这个上面开始吸引到我的 然后我觉得就打开了一扇门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都没有电脑了 那时候还会找一些亲戚 像我表弟什么的带我去网吧 然后就特别搞笑 我去那边 就是很多人会站在我后面看我 就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显示器也不关 手标也不用 然后一直带个耳机在敲键盘干嘛 那时候就是想去哪怕把键盘按一下 耳机里发出了这个毒品软件的声音 我就很兴奋 调试一下这个网页播放器 自己学校玩一下呢 就是那种播放的音乐之类的 我之前是学校的一个计算机老师 当时建了一个灰机室 我就来琢磨 就开始我的第一次开箱 线会接触 当时也有把硬盘给烧掉了 电脑挺脏的 然后手头会黑 那我只能靠摸摸 当时哪怕出去比赛啊 就是信息技术支持都会把我带上的 然后其他学校都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带个盲人来做技术支持 我们当时是中国第一个盲人变成探队 比如说鼠标朗诺器 或者我们学校的爆菜系统 就是因为时常 那电子显示屏我们看不到 咱们想用一个语音库来播放 现在还在用的 科技的这个技术 它是能够直接给我们带来质的改变的 可对名人来讲呢 是锦上添花 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是雪中松炭 如果说我们现在手机的工程用不了 这是什么概念 那我们就不会被淘汰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操作系统 现在是鸿蒙在发力 那我也很担心这个鸿蒙 会不会抛弃我们 然后说要找这个盲人来 参与到这个研发过程当中 来体验来测试 然后我就过来了解 也就是说我的声音 可能更容易传递给产品 是这个性能反应速度 这个版本有所提升的 毕竟我们获取信息和操作的方法 和普通人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 语速调得很快 我们怎么又加速了以后 又不影响它的这个音质 这一块就是感觉是一个 不太容易克服的一个问题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问题才会被解决 那一段时间就天天再回来听 就是心态上面会特别着急 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去选择 我们自己国家的操作系统 用上我们的更好的这种武藏的体验 我是有情怀 我有热情的 我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 不然我不会来的 坐好了安安66给你拍照 66 穿着红色的衣服在草地上 拍照 66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 他今年六岁了 19年 他跟着我一起回到武汉 现在已经四年了 我觉得我们俩就像朋友一样 我们不断地会跟他讲话 他会听懂很多 其实我还挺温暖的 但是我对任何事 就一直是很执着 会不服输 那时候我在盲校学这个 推拿按摩这一款 其实我做的也非常的好 这个可能就是跟自己的成长 和你自己想要的 就是你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会不想被落后 专业名词讲呢 可能我想成为一名无占的设计师 就是把我的想法开发 给我落实 比如无占功能的那些设计 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不想上班了 我想休息 我总会问自己 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多回到自己的初衷 就像天气一样嘛 它会下雨 也会有晴天 它不会一直雨下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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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